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你好你是谁啊 我是三年后的你 三年后的我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三年后我还在打职业吗 是的一直在 可是周围很多人都不理解 他们说我不务正业 说我在做梦 那三年后呢 你的梦变成了现实 移动电竞的梦也变成了现实 真的吗 那你说走上这条路我真的错了吗 不要去问对还是错 要问问你自己是否真的热爱 我拿到冠军了吗 是的不止一个 真的吗 可是我现在都没有机会上场 机会不是等来的 去做你坚持的 努力不会骗人的 我被质疑过吗 当然 它会让你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够强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那要不累吗 当然会累 但是比起胜利的那一刻 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说为了什么呢 为了永远都做最好的自己 那我的队友们呢 他们在哪 有的人退役了 有的去了别的战队 那你为什么留下了呢 因为你没有放弃啊 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 2016年 KPL的第一年 也是猫神的第一年 第一个赛季的话 更多的是 比较懵懂 很轻色 第一次打的话 是打的是危机 心情很激动 在第一场的时候 还是有点小紧张的 18岁 花一样的年龄 更多的是 按着自己的心去做 不开心的事情 就不会去做 也比较贪玩 就我现在看来 特别不值得 我们来看到季后赛 蓝色帮先哥 后色帮先哥 季后赛的时候 我们是小组第一出现的 先哥是B组第四出现的 那场比赛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是 未赢的 然后随便 能把对面就 打得还不了手 先把B线给收掉 这边现在能不能扣掉什么水晶 我们恭喜 先哥 赢得了圣神组第一轮的胜利 输掉一场比赛之后 所有人的心里 都开始不安了 这场比赛也告诉我 无论打谁 都不能轻敌 第二年 他收获了三冠 他讲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 这个故事 充满质疑 这个故事 有惊无限 第二个赛季的话 一个词就重新出发吧 因为当时刚转会 饱受质疑吧 恭喜 有惊开比 4比0 能够在当时 拿到一个冠军 也是对我 第一次转会的一次证明 第三赛季的话 更多的是 有惊无险吧 常规赛的最后一场 打一地季 我们当时是一路远远省 最后输掉了比赛 所有人都以为是 因为我 本场比赛输掉了 然后我就被推到 风口那一天 他抵回来了看 好痛啊 又秒了 他决赛的时候也是 有机会被对手 拿下比赛了 在内赛里 就是有惊无险 2018年对猫神来说 是一本小说 起起伏伏 有关低谷 有关勇气 有关内疚 2018年春季赛 更多的一个此时变化 一直拿冠军的话 肯定就是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位置了 你保极了 就有时候去拍摄 就是很多队伍一起去开会 很丢脸的那种感觉 落差就特别大 就一个冠军选手 变成一个保极选手 我发现我一直就是 在舆论中心嘛 就想着再拿一个冠军 又来了 跌起跌 不管人 上山下 跌掉 恭喜 表军 HAPPY 那个冠军杯 对我最大的变化是 我当时是第一次 在整个系列下来是一个指挥 最后能拿到冠军的话 我觉得是能够体现我价值 但是在当时的话 拿了那个冠军 就是所有人 还是都不看好我这个选手 很多人都说我躺了四个冠军 有一个粉丝对我说的话 特别我特别深刻 好的你看不到 就天天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也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嘛 我突然明白的是 你又看不懂 我跟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他在QG HAPPY最好的时候离开 这一年 他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 回归之后的第一个秋季赛的话 就是职业生涯里面最低谷的一个赛季 就算在当时18年初保级的时候 我都感觉没有上个赛季那么难 每一场都会有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莫名其妙就加入不了注意力 就会想我是不是真的打不了了 大招 还要打吗 这得起了好凶 一技能 每次输下来粉丝在外面等的时候 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是 有种抬不起头不敢看他们那种感觉 人家有很多粉丝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就坐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那种高铁动车 然后过来看比赛 然后打的 打的特别冷 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加油 加油 当时我们输了之后 教练让我们先放松一下 休息了两天 到时候开会的时候就说 奶茶换成了月光 就是当时做主要链 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 可能也是因为我 然后导致了奶茶被换 因为我如果发现好一点的话 成绩再好一点 他就不会走 就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情 只是在自己心里告诉自己 可能是因为自己 廷将军花了大量的资金把我买回来 花了当时大概十倍的价钱 在第一个赛季就议论有了 就像上学的时候 爸妈对你的那种信任就是被辜负了 你每次考不好的时候 看到爸妈的那种眼神的话就会很难过 就有这种感觉 一直感觉有点对不起她的那种感觉 就是辜负了她的信任 这个赛季的话 常规赛的时候 赛季初就是RNG 当时说完RNG 他们就说我们只会四套体系 当时我们确实会的东西很浅 几个英雄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打出效果 把英雄拆开的时候 当时就完全不会打 然后就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学习 就像升级一样 没打一场比赛 剩一级 没打一场比赛 剩一级 就拿到冠军也能证明 我们在这个春天 我们是最强的 恭喜RNG 其实如果这次没拿冠军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下一次的那种 动力会更强 不会是一种被风一吹就倒的队伍 T总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恩人一个伯乐 然后这个赛季能够拿冠军 也是对T总最好的回报 这个赛季终于能够 让他们开心一下了 也是自我的救赎吧 从青涩到成熟 从低谷到巅峰 这是猫神用三年时间交出的答卷 所有的伟大 都源自一个勇敢的开始 下个三年 我们一起重新启航